一转眼风云变色 2024年中国第一场雪 竟然在10月第一天 出现在山西大头 这是下雪了 这是雪吗 下雪了 连本地人都不敢相信 有新婚夫妻办婚礼 影厅队伍走到一半 突然多了大雪滤镜 看看路边才过10分钟 轿车上已经有些许积雪 真命人们 穿着后面脑来抗云港吗 适逢中国国庆假期 大批游客搭上电玩热潮 到山西一睹云港石窟 想不到加码看到了出雪 气象专家指出 一般来说 中国北方内陆 不可能有这种雪 今年情况非常特别 山西大同更是遭到了 雪标线的袭击 因此有了暴风雪的体感 这种雪标线 都跟夏天的标线雷雨 非常类似 都是来去匆匆 乌云蔽日 狂风大作 只不过下的不是雨 而是雪 专家分析 大同当天气温接近零度 加上西北风将贝加二湖 和大草原的水汽 带到山西 以及堆游抬升等因素 才导致降雪 另一头重庆 虽然不像山西 大雪纷飞 却经历断崖式降温 两天内气温掉了十一度 走在街上 有人穿长袖 有人穿短袖 还有人把羽绒外套拿出来 简直是四季同堂 十月刚开始 中国低温出雪提早报道 面对天气惊喜包 怎么穿对衣服 又成了一门大学问 此内新闻 六指引报道